为在系纸张树国小的张树公共托育中心启用 小时间就有不少爸爸妈妈带着小宝贝来听说明会 而当地里长曾有量也来参观 只见新的公托全新设备 就连婴幼儿清洗区以及换尿布的门都是感应室 里长开心的说 新北第一间公托在系纸厚德里现在成立第二间 而公共托育评价品质优良 不但减轻的家长负担 也能够让孩子们得到最好的照护 有设置一个感应门 老师如果说手上有拿东西或抱小孩的时候 他不用说再去开 他一下就可以进来了 比较幼小的小朋友会是在这个地方 比较大一点的小朋友会站立的 我们有立四的冲洗台 这一家是我们新北市的第79家 那第一家也是在我们厚德里 那第79家也是在厚德里的境内 让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减轻他们的负担 有这个公托来讲的话 对于年轻人他们就比较敢生小孩 因为公托在带小孩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而且师资都非常好 将学校的空间活化利用 作为公共托育中心 除了行政柜台 三间教室也隔成三个班 分别收拖15位婴幼儿 值得一提的是 每间公托中心都有不同的特色 而系指张束公托中心 因为张束国小是原住民重点特色学校 所以在规划上特别融合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 营造像家一样的托育环境 系指张束的公托的设备非常的好 而且很有特色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原住民的小朋友 我们把原住民的元素 融入到我们的公托里面来 就因为离家很近 而且是公托还蛮便宜的 想说可以帮家里省一点钱 对啊就私利的会比较贵 对啊私利的话一个月还要再缴月费 对啊就是其实差很多 线上现场的报名跟网路上网可以做登记报名 12月4号我们会进行抽签 下午当天下午就会把那个抽签的结果 就会公告在网上了 里头都是全新的设备 再加上评价收费 吸引不少家长来参观 还要提醒名额真的有限 现在报名登记时间已经开始 一直到12月1号下午5点为止 并且在12月4号会办理抽签 借从惠林细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